2021年1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不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BNO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 由1月31日起,BNO护照不能用于在香港出入境,亦不会在香港或承认为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 而与此同时,英国针对香港人的BNO签证通道将于同一天,也就是1月31日开启,预计约有30万人将会通过这一政策离开香港。 至此,这些围绕着香港国安法应运而生的签证大战走向了新的高度,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BNO签证,全称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其实已经使用许久,早在1997年,英国政府将香港主权移交至中国前便已创立。 在香港主权移交前,英国与中国就实行一国两制达成共识,这意味着自由集会、言论自由及媒体自由应得到保护。 这项协议于1984年签署,按计划将持续至2047年,由于在去年6月通过的国安法给予了中国针对香港人民新的控制途径,中英之间的协议联合声明面临威胁。 中国此前表示,国安法对于预防2019年出现的示威是必要的,然而,这项法律在香港及海外均引起警惕,反对人士称其侵蚀了香港作为中国半自治地区的自由。 所以,从2月23号起,BNO资格持有人如有符合资格付生物特征的特定护照,将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在家完成申请。 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说,由于申请人可能担忧被识别及打击,这种做法是为给予申请人更大的安全保障。 目前,约有290万香港公民有资格申请BNO签证,而他们的受养人规模预计达230万人,但英国政府预计,约有30万人将会使用这一政策。 约翰逊表示,我们为香港的BNO身份持有人在香港生活、工作和安居提供了新途径,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透过此举,我们履行了英国与香港人之间的深厚历史联系和友谊,并捍卫了英国和香港同样珍视的自由和自治。 与英国方面相反,中国及香港特区政府对英方的做法嗤之以鼻。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严正指出,英国政府此次举措明显是利用部分港人仍持有BNO护照或身份做政治炒作, 借口为有关港人在英居留和入籍提供新路径。 其伪善态度亦可鉴于英国政府在回归前一段颇长时间,透过改变法律或政策无意给予港人居英权, 而自BNO护照推出以来,护照持有人到英国旅游时一直需受入境和逗留限制,不得在英国工作或就读。 持有BNO护照或身份的香港居民应看清英国政府的政治图谋,发言人重申。 除了政治目的,英方的举措亦会赚取很多自身经济利益。 英国可求人才和资金,不应借BNO护照举措做政治遮羞部护航。 据悉,BNO的签证费用将为每人250磅,约美元343元,港币2639元,有效期为5年。 而申请30个月期限签证的费用为180磅,且还需支付每年最高达624磅,约美元850元,港币6587元的医疗健康费。 其实,中英两国政府对于如何处理香港居民持有BNO护照早有共识,并且早在1984年互换备忘录确认。 英方在备忘录中明确承诺不给予持有BNO护照的香港中国公民在英居留权。 英方现在做法实质性改变了BNO护照性质,根本地违反了英方在备忘录中的承诺。 这位发言人还强调,英方违背承诺在先,中国对此采取反制行动是理所当然。 中国不承认BNO护照为有效旅行证件并不违反中方在备忘录中的承诺, 即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 中国中央政府现对英方违背承诺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外交行为和中央视权。 特区政府定会全力配合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 其实不仅是中国方面,英国媒体也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 尤其是这30万人来了,他们会住在哪里,他们将在哪里找工作? 如果最初的5年内来到英国的人超过预计的30万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更为长久的问题便是, 现如今,中国政府只是不承认BNO签证可以作为官方文件, 那未来中国政府会如何对待这些持有BNO签证的公民呢? 是否会禁止他们成为公职人员,影响仕途, 甚至要求他们离开香港,变得无家可归? 这或许都会导致这批人成为最直接的政治牺牲品。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